从身份证的演变到户口名部历代不同的样貌 现在全部都在新北市的护镇创新成果展里面展出 市长朱立伦特别亲临参观 同时带领大家走一趟护镇的时光隧道 从身份证的演变到户口名部历代不同的样貌 这是新北市护镇创新成果展的呈现 市长朱立伦亲临参观并表示 如同带领他走了一趟护镇时光隧道 日剧时代到光复后到过去到现在 包括我们小时候的身份证 小时候的户口名部 那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时代背景的变化 那也可以看到现在科技对我们整个生活的改变 那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 应该都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来看一看 我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回忆一下 我们台湾大家护镇的历史 朱市长肯定新北市不仅以税现代的科技结合护镇服务 而且还能够做到跨县市业务推动等单位的合作 让民众不会因为户籍资料异动 奔波在各机关之间损失又便利 新北市的护镇真的进步得非常快 不但全部的整合跟科技化整合 让大家很方便的在各个户所 就可以办全新北市甚至跨县市的业务 更重要的我们已经扩大范围跟其他的业务 包括连办护照都可以在我们新北市的护镇来办 还有其他各个业务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现代科技护镇的一个新的成果 护镇业务与民众息息相关 成果展内容相当具有历史价值 然而每件的展品都是新北重要的护镇文化资产 也让大家共同见证护镇历史的发展 永江乐新闻新北市采访报导